有什么事情是你们 牧师已经绝对能做的 做了就不会得到认可的 我们不能做的就是 我们去拜 除了正主 idols the only one that God will not forgive if you die with that if you believe there is other God than the true God himself and you worship other than the true God himself but如果比如讲 your soul we are human being we are weak sometimes we might commit sin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 他没有找到他的真的 God在哪里 他肯定会去找 他会去拜 会去找 是他的成人 这样的话怎么去judge OK很简单的 你还没做一个Christian 之前你是什么宗教 没有 因为我们在中国 mainland我们只随时 那个evolution theory 对 那为什么很简单的 你觉得 那些人去拜那些idols 他们相信那个idols是什么 他们只是有一个 mental relief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很不好的 对 所以 所以刚才我们讲 在伊斯兰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只有拜 正主罢了 只有相信他罢了 没有其他的神 不要去拜 人 人类 还是idols 也是不行 对啊 这个我同意啊 就是 we only worship want to God yes and we muslim we also believe Jesus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 穆斯林也是相信 耶稣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们是相信 那个摩西 你们读那个摩西五经 就是旧约里面的前五章 你们是相信 我们相信 全部的prophets adam abraham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 一个一个 成多 ok 我们相信他们全部 耶稣 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穆斯林 我们不相信耶稣 我们不可以成为一个穆斯林 你们觉得耶稣是 他就是从始至终 He is one of the might Yes human being one of the mightiest messenger of God 那那个穆罕默德是一个prophet 他是一个prophet 你看啊 你是一个Christian 你也是了解 当一个人现在今天 有一个人 他突然就出来 他讲 我也是prophet 昨天耶稣 和我 和我告诉我 我是一个prophet 通常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们是要定位 他们要钱 对吗 不过prophet王满 你知道吗 他有很多钱 不过每次他拿到钱 他同一天 他就捐给人家了 已经捐给人家了 他过生的时候 他根本一分钱都没 所以他所做的 他所做的传教 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 真主叫他去 告诉人家 他只有一个真主 是使人的 你去拜 不要去拜其他的 很蛮简单的 你觉得那些make sense吗 I'm not changing your religion in three minutes 知道 也make sense 知道